民眾把握機會晚袖接種 高端疫苗開打 首日現場等待接種的民眾 有許多年輕族群 且如期賦約率高 以台北長庚為例 上午報道率就達95% 我也沒有特別選高端疫苗 就是三個醫院我都有勾選 出來的選項都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覺得都OK 假如打得到的我覺得都OK 當下有先猶豫一下 因為就真的 因為我之前都一直等那個AZ 主要是等AZ跟那個BNT 可是現在都沒有 然後就看到高端疫苗之後 就想說先趕快來打這樣 我剛剛跟我們現場的工作人員有確認 我們前一個小時 我們報道率大概就是9成5以上 所以事實上大家應該都是滿踴躍過來施打的 基本上應該是我們還是鼓勵民眾 如果覺得是有意願的話就盡早來施打 不過隨著高端疫苗持續施打 近日也陸續傳出有民眾施打後不適的情況 更有增添死亡案例 對此台北市長克文哲也表示意見 到底他有沒有達到統計上的危險值 其實差不多一個多月以前 你知道我們當時打AZ 很多張則也是死很多 其實應該還是要 因為我們實在是沒有去算 應該說有打的幾個 然後死的幾個 那沒有打的在同樣的時間內 我們有多少人 那有來報死亡的有幾個 其實一些統計數字算一算 我們大概就可以算出那個機率 那到底合理不合理 所以像這個問題 其實像這種問題就應該是衛福部 因為他一定有 有那些公共衛生的統計專家 算一算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這是 可接受還是不可接受 我們都有一個一定的標準 高端疫苗開打三天出現四例死亡案件 台北市副市長蔡秉昆日前也說 是否因為打高端的死亡 要進一步解剖化驗 雖然不能肯定是否有關聯 但針對這樣的案例 中央一開始就該講清楚 高端的安全性與保護力 要向民眾說明清楚 且儘快釐清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